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我们持续来介绍 湿度感测器的工作原理 那我们在课程里面 我们先谈到所谓的陶瓷湿度感测器 那本身的陶瓷支度感测器是由金属洋化物 缝墨烧制成的陶瓷物 在烧制的过程使其本体呈现多孔钻 当陶瓷体表面的吸附水气时 会改变该材料质主抗质 并借质转换出湿度质 也是用电阻的改变 因为你湿度越浓的时候 这个电阻改变越大 此类型的特性为电阻变化力最大的 之后特性最小的 且感测范围涵盖在1%到100%之间 都可以涵盖内容 范围比较大 此贴点就是缓硬湿度比较慢一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陶瓷湿度感测器 它的一个结构 那最主要我们陶瓷材料在中间的这个地方 然后周围我们都用加热线圈 来围在四边给它这个温度 那基本上呢 我们的这个两个电极 是才用RUO2来做两个电极 然后把信号移以承接出来 那半导体呢 湿度感测器呢 多有呢 强化型的这个MOS FET呢 以具有感湿性 数值模所构成 此感湿模 灰阴水气 而使主看值 由高阻值降至低阻值 并应用此特性来设计 转换湿度值的一个电路 好 它的呢 主要呢 这个制程呢 就是呢 一页采用半导体制程的一个方式来做的 那我们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 我们感湿模呢 在外面呢 这一层 然后呢 由电极呢 将行到呢 基本上是以细极板呢 为底 然后呢 我们把材料呢 散度散去 其动作原理呢 柔三夹极 不外加电盐时呢 极岩间呢 成高阻看的一个特性 就像呢 我们这个图呢 上面所画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呢 当这一个 夹极不加电盐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 这一个 拉出来的夹极电压呢 会有一个高阻看的一个特性 当夹极呢 外加电盐的时候呢 正电盒呢 逐步以 敢施 素质末 扩散呢 并吸收水器 此时呢 极岩间的阻看呢 会慢慢下降 也就是说呢 当它吸收水器的时候 两边呢 看一下呢 带电盒 然后呢 使它的阻看值呢 导通呢 就比较容易 也就是主看值呢 开始呢 慢慢的一个减少 当正电盒完整呢 扩散至 敢施素质末时呢 极岩间 之主看值呢 小到一定程度 并导通 由于呢 敢施素质末的电盒 扩散能力 以吸收水物呢 有关 借此还算出 相对应的一个 施图值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利用这种材料呢 跟水系之间的 一个缓印的 一个关系呢 我们根据它的 主看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算出呢 它所相对应的 一个施图值的大小 特性呢 就是一般半导体呢 湿度型感测器呢 均制成呢 两个反向器 以构成震弹器 来将相对呢 湿度转换成 量化的一个频率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所得到的 这种湿度感测器呢 只要呢 就是因为它的湿度的变化 然后产生频率的变化 且由于体积小 故可以温度感测器呢 装置于同一个 基板上面 最主要因为呢 讲实话 我们呢 空气中的湿度 会跟温度呢 来做一个相关性 因为湿度的改变 绝对跟温度是有关 所以如果我们 把温度感测器 装在上面去呢 那事实上 其中呢 这个对应的关系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呢 从这感测器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量到 温度跟湿度 所以现在很多缓间的 这种感测器呢 都是把温度跟湿度 同时做在一个 感测器上面呢 同时可以量 两个相关的一个信号 然后 截路感测器呢 也是由素质 以导电粒子 形成感湿墨 其构造呢 同于 厚墨湿度感测器 而 覆盖的湿度感测层呢 是以 清水性的 比锡酸素质 以碳温度 取代值 所以呢 这种路点感测器呢 跟湿度感测器 之类似的 只是说 我们呢 所使用的材料 不尽相同而已 但应到水汽时呢 导电粒子 间隔会使主抗值上升 并利用此特性 来测得它的湿度值 它的特性呢 就是 此类型的湿度感测器 仅对于高湿度呢 才有明显的变化 介于 94跟100RH之间呢 它才有办法量测 甚至于 百分之百的 RH值主抗值呢 会迄今无穷大 因此 它 适合于政策 介入了场合 所以 有时候 我们称这个呢 叫做路点感测器 也不称为所谓的 一个湿度感测器 其实呢 它的原理 也是 类似的一个情形 从这课程里面呢 我们呢 介绍了所谓的湿度感测器 还有所谓的 路点感测器的 一个 工作原理 以及它们之间的 一个分类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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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